進駕駛巡邏車停在路邊 正要下車前巡時 右手邊一輛轎車 看也不看直接倒車 碰的一聲 嚇得遠景下車查看 警車被撞出明顯擦痕 保險桿裂開 交通分隊到場處理 實施酒測 什麼推都不過了 函速車果然 好 可以了 那學長你跟他宣讀一下三項吧 駕駛直說一定吹不過 果然酒測只超標當場被帶 不過這車其實是 他要送給女兒的生日禮物 事發就在週日下午四點多 當時這名男子 把女兒買了一輛中古汽車 準備送給他上大學代步用 當天把車整理完後 開去朋友家喝酒 正要離開回家 幫女兒慶生時 卻撞上警車 不僅被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要送女兒當生日禮物的汽車 也被吊扣牌照兩年 駕駛酒車值超標 當場遭逮捕帶回偵辦 誰知道準備回家替女兒過生日 卻撞上警車 詢問號 全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男子探杯酒駕 不只被逮送女兒的車也沒了 酒駕上路做了最壞示範 3075張哲盧 陳雲安 高雄報導